在现代军事战略的天空中 无人机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 悄然划破寂静的夜空 预示着未来战争形态的新篇章 腾于无人机 这款名字与其使命相得益彰的军用无人机 正以其独特的魅力 引领着军事科技的浪潮 腾于无人机 宛如一位全能的空中舞者 其外观线条流畅而刚毅 犹如一头叙事待发的猎豹 静谧中蕴藏着无尽的力量 它不仅仅是一架无人机 更是一位多面手 擅长于侦察 监视和地面打击等多种任务 无论是先进的侦察装备 高效的通信装备 还是强大的攻击装备 它都能轻松驾驭 展现出全面而强大的作战能力 在参数方面 腾于无人机也颇具特色 它长约8米 一展达到约18米 这样的尺寸设计 使得它在空中拥有出色的稳定性和机动性 同时 它配备了先进的VRX电动马达 能够产生约0.3000瓦的强大推力 为其飞行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而 由于腾于无人机项 被列为机密预算 台湾尚未公开具体计划的时间表 这使得关于其最大航程和速度等关键数据 仍然如同悬载云端 令人充满好奇和期待 但我们可以 从过去的研发经验中 找到一些线索 据报道 早期的长征无人机开发计划 耗费了高达28.7亿台币 用于大型无人机的研发 经过数年的努力 该计划终于在2015年台北航太展上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正式推出了腾于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 不仅具备基本的侦察功能 还可根据任务需要更换战斗装备 展现出极高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 腾于无人机的研发 取得了新的突破 2017年 腾于无人机模型 在展示中 展现了极强大的武装火力 如同一把锋利的剑 令人惊叹不已 台湾科技研究院还透露 根据空军的需求 他们可以为侦察型无人机 添加飞弹等先进武器系统 使其能够执行 更加危险和复杂的任务 在2018年至2021年的 宏伟四年计划中 台湾当局倾注了 高达34.5亿元的巨大资金 旨在对无人机 进行全面升级和改进 其中 一项核心任务 是替换现有的发动机 以应对推力不足的问题 经过精心挑选 最终选定了 与美国MQ-94神 无人侦察机同等级别的 TPE331型 获奖发动机引擎 这一选择 不仅体现了 对无人机性能提升的迫切需求 更彰显了台湾当局 在军事科技领域的不懈追求 随着资金和技术的逐步到位 全新的腾于无人机 于2019年在台北航太展上 惊艳亮相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直至2019年10月 未受瞩目的 TPE331型获奖发动机引擎 才正式运抵台湾 如同一位重要的配角 姗姗来迟 魏腾于无人机的升级之路 增添了更多的期待与挑战 在出亮相的 二代腾于无人机中 虽然整体设计上显智能 但台湾科技研究院 并未因此气馁 他们如同一位未精湛的工匠 对无人机的每一个细节 进行了深入的打磨和优化 为了满足空军的实际需求 他们不仅加入了远程导航 和自动降落等先进技术 还对机体和翼展进行了延长 为无人机提供了更多的装载选择 和更广阔的作战半径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与改进 腾于无人机终于迎来了 其辉煌的时刻 2020年10月 在制航基地的蔚蓝天空中 腾于无人机 如同一只自由翱翔的雄鹰 成功升空并飞行超过两个小时 然而 命运的波折 却在数月后 悄然而至2021年 编号帷幕1611的原型机 在返航途中 不幸坠入台东活水湖 如同一个失落的艺术品 令人恶半叹息 尽管具体原因尚未公布 但这一事件 无疑给腾于无人机的研发之路 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 台湾科技研究院并未因此弃乃 在同年的9月 腾于无人机的第二代 从台东牵制花莲加山基地 进行更为严格的测评 这一次 经过对机体和发动机引擎的深入改进 腾于无人机展现出了 更加出色的性能和稳定性 量产后 台湾空军计划成立 以腾于无人机为主力的 无人机侦察中队 预计装备数量将在10至20架之间 腾于无人机 这款引领未来军事潮流的尖端装备 不仅将搭载两枚威力巨大的 AGM-114地狱火飞弹 更预含着令人惊变的黑科技能够在制空至海制陆三大领域展现无与伦比的统治力 首先 弹极制空权 腾于无人机并非仅局限于搭载地狱火飞弹 其强大的挂载能力还体现在能够搭载天界异形短程空空飞弹上 这款飞弹以惊人的3.5马赫速度极持 射程可达8公里 配备先进的红外线导引及雷射目标探测机弹头 使其具备自动导引攻击超音速战机和战斗直升机的能力 不仅如此 腾于无人机还能携带天界2C型中程空空飞弹 这款飞弹速度高达6马赫 射程的不可逃逸区更是超过100公里 它采用中途惯性导引和终端主动雷达导引技术 使得腾于无人机能在静默状态下 执行A射B岛C控的模式 发射天界2C飞弹 发射后 飞弹能够接收来自卫星 地面高山雷达或空中预警机的目标资料链 执行远距离精确打击任务 其次 在制海方面 腾于无人机同样展现了其强大的作战能力 它能够搭载雄风2反接飞弹 这款飞弹以0.85马赫的速度巡航 射程高达250公里 它采用增程型中途惯性导引 末端双模式导引 主动雷达导引及影像 使红外线寻标记 确保了对远距离目标的精确打击 在发射前 腾于无人机可以通过接收卫星 地面高山雷达 或空中预警机的目标资料链 实现自导攻击 大大提高了作战的灵活性和效率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腾于无人机所搭载的相控阵列技术 这一技术是由台湾科技公司研发的 它采用了近半导体系统单晶片的专利设计 制造出了全球最超薄型阵列微型雷达模组 这一技术的应用 使得腾于无人机在探测 跟踪核打击目标时更加精准 迅速 为台湾地区的安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当腾于无人机装载了先进的侦测系统后 它能够迅速捕捉到雷达反射截面 仅为0.01平方米2的微小无人机 甚至能侦搜到小型无人机群 一旦发现这些潜在威胁 腾于无人机能够立即将预警数据传送至地面指挥中心 通过高效传递资料链 确保地面指挥人员能够迅速做出反应 进而实施精确的打击摧毁 这一功能的实现 极大的提升了台湾空域的安全性 和应对潜在威胁的能力 目前台湾已研发出了一种 基于碳化硅的第三类半导体元件 这些元件被用于电子电子频图作战 并已经装备给了现役的IDF战机 这些元件具有出色的多波段雷达信号处理能力 能够直接对目标雷达进行干扰 实施电子反制 它们以超强大功率对目标电战装备进行压制 使得IDF战机成为长石城制空 执行电子电子频谱作战的力气 这一技术的突破 不仅提升了台湾军队的作战能力 也展现了台湾在高科技领域的实力 腾域二型无人机作为台湾科技实力的优异展现 其飞行时间已突破20小时大关 航程遍及台湾航空识别区 可执行中长城的海空域监控任务 这款无人机已经拥有了全天候监控台海的能力 为台湾的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为了表彰这一重大成就 台湾科技研究院还特别制作了毕章作为纪念 以此提振研发团队的士气 在2022年6月底的一次重大飞行测试中 编号1812的腾域二型无人机 从空军加山基地起飞 经过长达10小时的飞行 最终平安降落 这次飞行测试不仅突破了台湾自制无人机的飞行时间记录 也充分展示了腾域二型无人机的优异性能 如今经过不断的性能提升和优化 腾域二型无人机的制空时间已经超过了20小时 航程和飞行时间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这款无人机不仅具备全天候作战的能力 还能够执行日夜监控台海周边海空的任务 为台湾的安全提供了强大的支持 腾域二型无人机系统 不仅具备卫星导控的中高度长制空 多轴载等特性 还具备自主起降 多重导控链路与地面联网导控等功能 这些功能的实现 使得腾域二型无人机能够搭载各种先进的设备 如电子光学 红外线合成孔径雷达 电子侦搜 语音航管 通信等承载 从而提供远距离 实时的情报支持 这一功能的发挥 使得腾域二型无人机能够在早期及时发现潜在威胁 并发挥及时的预警功效 为台湾的安全保驾护航 台湾在无人机技术领域拥有令人瞩目的成就 其中 剑响无人机和腾域无人机是两大亮点剑响无人机 这款叫腾域无人机稍早问世的装备 以其独特的反辐射能力和防空侦察能力 成为了台湾空军的重要力量 剑响无人机作为一款反辐射无人机 能够在空中长时间执行警戒任务 一旦发现敌方伟达或其他辐射员 它能够迅速锁定目标 并高速实施自杀式攻击 这种攻击方式不仅精准度高 而且威力巨大 远超普通飞弹 为台湾空军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高效的防空手段 目前 剑响反辐射无人机已经开始量产 计划总数约为104架 它们将成为台湾空军防空指挥部的标准装备 为台湾的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而腾域无人机则展现了另一种战术优势 与剑响无人机不同 腾域无人机具备自主携带武器的能力 无需以自身为代价来获取火力支援 这使得腾域无人机在执行任务时更加灵活多变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战术手段 无论是侦察 监视还是攻击 腾域无人机都能够胜任 并在不同领域和战术环境下发挥各自的优势 剑响无人机和腾域无人机虽然各有特点 但都是台湾空军的重要装备 为台湾的安全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他们在不同领域和战术环境下发挥着各自的优势 为台湾空军提供了多样化的战术选择 这两款无人机的成功研发和应用 不仅展现了台湾在无人机技术领域的实力 也为全球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对于这两款无人机 你有什么看法呢 你认为他们在不同领域和战术环境下 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好了 如果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如果你喜欢介绍武器的魅力 那就不妨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